各個地區都有個案 沒有特別哪個地區 集中出現一些不尋常的爆發情況 在過去最近一兩個星期 我們見到多些個案集中在一些年輕的群組 過去一個星期的數字 大概有54%的個案 影響了20至49歲的人士 在長者方面大概是18%左右 這個比例跟先前第五波高峰時 有些轉變 今次我們見到少了長者受影響 但是多了一些比較年輕的人士受到影響 我們都會密切注視個案流行病學的資料和分佈